你好 欢迎收看三月二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萧家蕙 花莲県政府112年度乡镇市基层座谈会 来到了中区光复及瑞穗两乡镇 上午瑞穗场次村长就农路修建 排水设施以及用水问题当面提案 尤其关切台风地震灾害造成的修复进度 希望县府相关单位重视加速完成 县长许正为坐镇主持县府各局处首长代表 以及中央助力单位首长排排座 与瑞穗乡公所所会首长各克次主管 向代表与村里长针对地方基层建设等问题 面对面沟通协调 就到现在大并铺设将近2016年了 它那个真的是也是根根洞洞 最状况最差的三条路面提报出来 那个瑞冈桥 瑞冈大桥 可不可以说过去看一下真的讲我是觉得安全顾虑 它那个中间很多类合 在温泉路三段210这样的道路也是 某有凹路无平然后道路崎区 然后就是那边也算是温泉区的部分 然后观光的话也有很多人会从那边骑脚车经过 所以也是希望县府能够帮我们做道路重新铺设 除了包括浓路的修建 排水设施的加强改善 路灯 道路交通安全环境的建构等地方基层建设提案 各村村长也提出攸关民生灌溉用水的议题 请中央驻地机关单位代表进一幅说明 民生问题自来水的部分 自来水公司目前有14户人家在申请自来水没有水 自来水运馆的部分经费都是要跟水利署来做一个争取 那早期水利署的一个经费的一个评比 它大概从大概10万20万一直到目前 每户大概它的成本可以拉高到60万左右 也就是说它是因为是针对全省性的一个评调 你这个效应越高它就优先核定 原本是文件站借用活动中心的场地 所以透过文件站的经费来修缮你活动中心的厕所 所以现在已经开始施作了 对刚才施作我说那是可能会追加当中 那下一期等明天住的经费 我说明天住经费是不是来不及了 因为已经施作了 明天要做的话要重新打破 那是让我为他的支援吗 这个原民处啊 这个部分你们 花林县政府近日来马不停蹄 下乡走访全县13乡镇市 办理112年度乡镇市基层村里长座谈会 县长许正卫亲自主持 与地方基层面对面沟通协调 请听基层新声与建议 会整地方各大大小小建议案 审议评估逐步排刊规划执行 记得十一玉栏对次采访报道